日前关山警察分局陆野分住所 侦破一起车祸兆陶案 一名男子晚间驾车行进陆野香光荣路时 与骑乘机车的民众发生碰撞 造成民众受伤 但驾驶直接把车开离现场 而警方巡线调远路监视器 锁定一辆特定的自小客车以后 通知该名驾驶到案说明 我们陆野香光荣路 也就是在京会饭店门口这条马路上 有一位理性民众骑机车 这个被一辆不明的车辆 发生从后面追撞之后 车子就造势逃逸 那案子发生之后 我们现场远警 立刻通报我们分局 那分局就派遣我们侦察队 还有车祸处理小组 这个到现场去踩证 那根据这个 我们在附近监视器的 收证之后才发现 是有一辆自小客的车号 那后来我们经过这个车号查证 是因为黄信民众所驾驶 那我们在隔天呢 就请这位黄信民众呢 到案说明 我们也有比对 现场所遗留下来的碎片呢 跟这辆车子呢 是完全符合 那这位黄信民众呢 也坦诚不会 因为造势后害怕呢 所以离开现场 那全案呢 我们就依这个造势逃逸的罪嫌 移送罚犯 驾驶变称发生车祸时 有下车查看 机车歧视的状况 但当时天气太过昏暗 以为人没事才离开 至于有没有车速过快 以及车祸的详细状况 全案仍在调查当中 东台新闻石容与关山镇的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 记者 订阅